美麗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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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Lisa 又是美麗工房和大家一起做護膚品的時間 之前已經教過大家做好多面部胡理 今次我會教大家做一個身體用的磨砂膏 又可以美白,又可以幫助皮膚更加軟滑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材料比較多,一起看看 首先,我們會用一隻乳化蠟 這種材料主要是幫助油和水 令它變成乳液狀 另外,它不會太結身 所以我們會加入一個瓊蠟唇的材料 做出來的磨砂膏會比較結身 磨的時間會比較方便 然後我們今次的油份 我們選了一個叫芥末紫油 這支油本身都可以幫助美白皮膚 亦都可以幫助皮膚排毒 另外,如果我們想美白的話 當然不少一些美白的成分 今次我們選了一種叫紅果素的成分 這一種就是一種天然的美白燃料 而它比較需要在一個酸直的環境 令到它的功效會最好 所以我們今天整個配方 大概做出來會做到PH5.5左右 另外,我們會加一個叫天然的抗菌劑 由於我們這個磨砂膏 我們稍後還會加入一個高凌土 那就比較容易有菌 所以我們最好都加一些抗菌劑 令它的保質期可以補得久一點 另外,這個磨砂膏好像是洗澡一樣用的 所以我們都會加入一些起泡劑 這一種就是安基酸起泡粉 你看到它是粉狀的材料 我們待會開水 它就可以當成我們平時用的起泡劑 而它本身已經是弱酸性 對皮膚非常溫和 而且亦都適合我們配方用的 磨砂當然不少一些砂的材料 我們這次選了一種天然核桃的粒子 這個粒子比較粗身 我們就適合用來做磨砂的磨身體 和磨手磨腳 然後我們今天選了兩種精油 一種就是青檸 一種就是薄荷 兩種都非常適合夏天用的 青檸可以幫助我們皮膚淨化 還有去除一些粒粒的 另外薄荷沖起涼上來 就會有少許涼滲滲的感覺 最後我們會加上一個叫高凝土的材料 這種材料主要就是幫助我們做深層清潔 而且可以幫助我們去除皮膚上面的死皮 好了 我們除了這些材料 我們還要預備一些工具 首先我們需要幾個匙羹 另外需要有三個涼杯 另外還需要預備一些蒸餾水 待會會用到 然後我們還需要電子磅 用來清洗我們的材料 今天我們做磨砂膏 需要加熱 所以我們會預備加熱器 另外還有我們新的攪拌棒 就順便介紹大家怎樣用 好了 我們一起看看我們的自版製造 首先我們會把一些水溶的材料先融 我們預備一個乾淨的涼杯 先先開除掉原子磅 然後我們放杯上去 我們會先把一些粉狀的材料先 由於它比較輕一點 我們先不要將黃色衣朵 我們連上杯子的重量量清會比較容易 首先我們會清這個紅果素 這次放1g 它是白色的粉末 我們用匙羹筆出來便可以了 然後加入抗菌劑 這次會用0.3g 它也是一些白色粒粒的材料 待會加水就會溶化 然後剩下氨基酸的起泡粉 這次會加5g 它是很輕身的粉狀 裡面會有一包防潮劑 你可以先拿走它 然後由於粉末很輕 我們筆的時間小心點 不要養起它 然後我們就加一些蒸餾水 融化的材料 我們用回室溫的溫度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磅設定為0 然後加20g的蒸餾水 然後拿一個小匙匙 把這些材料攪拌均勻 這一杯的材料不需要加熱 我們攪拌溶了之後 放在這裡 待會最後才用 你會看到它變成了 好像白色的奶狀 然後我們就用第二個涼杯 量我們油溶的材料 我們把涼杯放上榜 可以按回0 然後我們會秤乳化的蠟 蠅份量會用7g 它是一些白色的粉末狀 來的 待會就會加熱把它煮溶了 另外蠅臘醇 我們會加3g 現在可以倒進去 涼好之後 我們就放上去加熱器 將它座溶了 我們剛才用剩的蒸餾水 都放上去 等它同一時間可以加熱 用的時間呢 我們只要拎這個按鈕 開了機器 你見到這個紅色燈亮了 它就會熱 由於它熱得很快 我們就最好看著它 等它一融完就關機了 我們見它差不多融完 就可以關了爐 爐它 爐會繼續熱 我們有它放在這裡 等它融完 我們就可以加油 這個蠅融完之後 我們就需要加油 由於它比較熱一點 我們用墊墊著膀 就會穩陣些 將它放上來 開機 今次我們這個芥末子油 需要用10g 我們可以拔掉膝蓋 接著攝攝倒下去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可以放上去加熱器上面 但不用開火 因為它會繼續熱的 我們用一個小匙匙 將這一杯的油 上材料全部攪勻 當你見到全部材料融完 和清潔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兩杯材料混合 那些水我們不需要用完 我們加30g就夠了 亦都可以放上去榜上面 接著把這個已經熱了的蒸餾水 再加30g 加30g 然後我們繼續放在加熱器上面 你看到現在油和水是分離的 我們就會用這個攪拌棒 把它打成cream 我用的時候 首先放下去 接著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開機 注意盡量不要撞到杯 你會看到它很快已經變了乳白色 就可以了 我們保持一路加熱 令它變成幼滑的奶狀 就可以停了 大家看到現在已經變了好像奶狀 我們就可以拿下來攪動它 接著用一個小匙匙 隨便攪拌一下它的泡就可以離開了 將這杯剛才預備好的材料 全部倒進去 要注意我們加了起泡劑之後 就不要再用攪拌棒來攪拌 要不然就會太多泡 將全部材料攪拌均勻 我們現在攪動了之後 就加上我們剩下的材料 這個核桃粒子 我們會用6g 這個核桃粒子 開除一個磅 是一樣的水桃雞 有製框 另外,青檸青油會放五滴 薄荷蒸油會加10滴 加好後先把材料攪拌均勻 最後加上高檸桃 加了高檸桃後會變得稠一點 這次的份量會加20g 它是白色的粉狀 用匙巾筆就可以了 最後將所有材料混合 攪拌均勻後 靜止半小時至1小時 慢慢會越來越濃稠 等它完全濃稠後就可以用了 用的時候就像洗澡一樣 可以拿少許的磨砂膏 身體濕了水後全身磨了 然後沖水後就會乾淨了 這次和大家做這個身體用的 美白磨砂膏已經完成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買材料 回去嘗試做的話 可以上來我們的網站 網上訂購 也可以來尖沙咀 或者灣仔的門匙選購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